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个圆形的导线 这个圆呢我们放斜一点 变成看起来好像是椭圆 其实啊它是一个圆 好这个半径是R 如果这个上面有Q的电量 分布在这个圆圈上面 Q的电量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电荷在轴上任意一点P 产生的电场是什么 P点在哪里呢 它是跟这个圆的面垂直 与这个面之间的距离 是Z圆 Z圆之处 OK 求P点的电场还是一样 求P点的电场 那怎么做 我告诉你以后拿到题目 不要拿到就做 你拿到就做 一做就错 我跟你讲 你要先分析好 我只要不下手 我一下手一定是正确的 那你就分析这个题目要做什么嘛 求电场嘛 你就把求电场的方法算一遍嘛 我有点电荷电场的计算法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计算法 然后连续分布的电荷计算法 是目前学到的 将来还有别的方法 那么既然是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那我要用什么式子呢 这个式子 你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这个式子写出来 然后呢 跟这个一样要取DQ啊 什么的呀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你一定要取DQ 因为它要把 一个连续分布的电荷 分割成无限多个小线段 那么这个小线段 你取在哪里啊 你要跟人家讲啊 好 那我就取代 比如说 我取代这里 这里有一个DL DL 这不一定要用向量 DL 好 那我乘上 这个地方的Lamina 就变成DQ 好 那你可以写说 我取DQ 等于 Lamina Lamina 成DL Lamina是什么 Lamina是单位长度的电荷啊 现在它告诉你 全部的电荷是Q 它的半径是R 所以Lamina它就是等于 Q Over Over 2πR DL 这个是DQ DQ 好 那 这个R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有个参考点呢 我参考点 参考点 你就 就随机来取 最方便的最好 你不要取代 随便取一个地方 将来制造麻烦 我取在这里 O点 好 那么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其实就是 算是R prime了 P点这个就是R 那从这里到P点 画一条线 这个就是R 这个就是R Univector 那么它在这里产生的电荷呢 D1是这个方向 D1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问看 是不是可以马上积分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积分呢 那你要看看这个 这个方向会不会变 就是说 我DQ的位置改变了 D1的方向有没有变 D1有没有变呢 有变呢 我DQ在这里 它是朝这边 我DQ如果在这里呢 D1朝这边 所以会变 会变的话就不能够积分 你要把它变成分量才能积分 好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对称的关系 我们说 这个电荷啊 它是有对称性的 比如说我在这里取一个DQ 那这里有一个DQ啊 跟它一模一样 这个DQ呢 跟它一模一样 这个地方有一个DQ 跟它一模一样 那么它会在这个地方 产生一个 D1 对不对 D1大小跟这个一样 夹的角跟这个一样 于是我就可以把这个D1啊 都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好 这个也分成 这个 这个呢 我们也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将来 我一对一对的电场 加起来 这个方向正好一对一对消掉 这个方向呢 就加起来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D1啊 应该只有 这个分量 好 这个分量我就设 这个角叫做θ 这个角我们令它是θ 所以我们 这个是我说明 其实我们就 就看这个就好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 这你要写一句话 由电荷 的对称分布 分布 我们得知啊 得知 这个 我们把这个电场呢 叫做D1 transverse 这个就是跟 这个轴垂直的方向 这个叫transverse direction 那么还有就是跟这个Z轴 平行的 我们知道 那么E 这个 要等于0 等于0 就是说transverse direction 它的component等于0 那么我们只要 求Z component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 知道 1 它是等于Z 生在 第一的大小 它只有Z方向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值带进去啊 Z 然后呢 4π ε0 分至1 好 DQ带进去 2π R 分至Q 然后是 DL R 平方分子 好 DL 因为它是封闭路径 我们就写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OK 好 现在积分 是个存量 不过L 不过L 跟小R 这两个变数 两个变数 那我们就看这个 R 会不会改变大小啊 R是什么 R是这个 对不对 你DQ在这个地方变的时候啊 从这个圆圈的边缘到这个轴上的一点距离都是R 所以R的大小不变 大小不变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大小啊 提出来啊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R平方写在这里 好 那现在DL积分 封闭路径积分就是RπR 好 所以这个 它就等于Z Univector 4πY0分之1 这个 这个就等于RπR 好 这个就是RπR 好 那么它就是等于 R平方 分之Q啊 好 这个当然正确 不过这样的表示法不好啊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你这里用了一个 哎 等一等 我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cos 第一 这有个cos 我忘掉了 老鼠会漏东西啊 这里有一个cos θ dl 那这个cosθ 也可以提出来 cosθ先写这里好了 cosθ也可以提出来 cosθ 因为θ不改变 从边缘到这里的 这里到这里 这条线 这条线 跟轴的夹角都是θ 所以它这个就变成 q 乘上 cosθ 这个是正确 但是不好 哎 为什么不好啊 因为你用的这个 因为你用的这个 小r 跟这个θ 题目没有给你哦 题目只告诉你什么 z 跟q 跟大r 没有小r 也没有θ 所以你的表示法不能用 题目没有给你的量来做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画一下 哈 我们说这个r 在这里的r就等于 z平方 加r平方的 二分之一次方 cosθ呢 就等于 r分之 cap to r 不z r分之z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带进去 我们就得1要等于 z 好 就变成q 乘上z 4π y0 r三次方 这就是z 好 你现在用的量 你看 这个都是他给我们的 对不对 他给我们的量 好 这个是 电荷分成一个圆圈的时候 这个不但可以当公式 将来用的很多 因为他可以用来当一个基数 当一个电厂的基数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们直接用这个基数来做 好 这是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圆形的面积 圆形的面积 上面呢 有电荷分布 sigma 均匀的 sigma是均匀 就是处处都是sigma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 跟这个面垂直的方向 我们令它叫做z轴 好 那z轴上面有一个p点 这个p点呢 跟这个面 之间的距离是z 我们以这里当参考点 欧点 现在要求p点的电厂 求p点的电厂 现在怎么做 还是一样 把题目看清楚 要你做什么 然后数算一下 我学过哪一些求电厂的方法 这个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要求它的电厂 那我们可以用 这个方法做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先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做另外一个方法 就说 现在啊 因为我们前面学过这个 当电荷是分布成一个圆圈的话 在锤中心锤直轴上一点的电厂 是这个 那我现在就可以啊 在这个面上面呢 取一个 这样的一个 半径为R的一个 我先把这个 这个擦掉 因为太多东西啊 眼花缭乱 好 这是半径为 小R的一个圈圈 小R的一个圈圈 或者你不要用R 用S也可以啊 S 好 那么我再做一个圈圈 同心圆 同心圆 这个半径呢 是S加DS 所以这个当中的 这个距离啊 是DS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点 取一个电荷基数 取一个环转的电荷基数 好 我们取环转的电荷基数 不 不我们应该先 先这么写 我这画的不好啊 画的像这个鸡蛋 其实它是一个圆 我们说 从前面这个 就我们写的时候 有 这个例子 你把这个图画一下 你把这个图画一下 这是Q 我们这样子好了 用小Q好了 这个是R Z 它产生的电草 是这边 一 由这个电荷 Q 在P点产生的电草 我们说 由上图 得知 Q 在P点 产生的电草 为 你把那个式子写一下 一是等于 Z 4π Y0 Z平方 加 我那个是 半计是多少 取的是多少 大二还是大二 Q Z 有这个结果我知道 现在我们在本题 本题 我就取 DQ 我们应该写 写清楚一点 取一个 环状 电荷 技术 DQ 它是等于 Sigma 乘DA DA是面积基数 这面积基数是等于 2πS 乘上DS OK 这是 2πR 2πS 就是里头那一圈 再乘上宽度 就是面积 DQ DQ 等于这个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知道 D1 DQ 在 P点 产生的 电草 为 这个电草 你就可以套这个式子 套这个式子 那就是D1 D1等于什么 等于Z UniVector 好 底下是 4π Y0 Z平方加2平方的 2分之3次方 Z乘上DQ Z乘DQ 我就直接写了 它就是等于 Sigma 乘上2πS DS 等等 这个要改成S 这个R要变成S OK 这个R要变成S 这个变成S 写错了 因为我们这一圈是S 这一圈呢 这一圈是S 那个P还是Z 那个P还没有讲到这里 这个还是等于R 到这里要改成S OK S 好 那这是D1 那E等于什么呢 E就等于这个积分 我们把常数提出来 4π Y0 这个2π Sigma Z Z也是一个常数 因为它是在P点 P点距离这里的距离是固定的 好 那再积分 积分 Z平方 加S平方 S DS 好 这个S呢 从0G到R 从0一直G到R 这个距离是R 这个积分 有没有刚刚写给你啊 这个积分啊 它就等于 Z Z 2π SigmaZ 2π跟4π可以约掉 就变成多少呢 2 好 这个是等于负的 1 根号 Z平方加S平方 好 这是S乘0 S哦 你不要把它弄到Z去啊 S从0到S等于R 你这个最好把S写出来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把Z当作常数啊 所以你很容易把它带错了 S写出来 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呢 Z prime 好 R带进去 是负的 0带进去 好 是变成 减掉这个 Z分之1 减掉 就是这个值 你可以把Z除进去啊 沉进去 好 我们看一个 当R approaches infinity 就是当个圆圈圆圆的面呢 颦竟是无限大 就是无限大的平面 上面有Sigma电荷分布的時候啊 这个就变成零了 因为这个变成无限 无限大 所以呢 E9 趋近于Z 把这个Z称进来 它就是2Y0分之Sigma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结果非常重要 就是无限大的平面 在它面上方产生的电场是这个 下方就是负的 这个以后用的很多 这一题我们是用这个基数 以知的这个来做 那你要用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说写出来 你是利用这个基数 那么里头需要用话语交代的 你就是要用话语交代出来 比如说取一个什么样的基数 P点产生的电场 DQ在P点产生的电场是什么 你该用话写的要用话来写 反正就是说 你这一题一定要写得很完整 你这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出来的 要交代的要交代的很完整 那当然这个还可以用 同样这一题 我们可以用这个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来做 我们可以用这个提供的电场来做 好